鳳城美食全期 語言演放藝術名家梁子江主編播講 順德大良 別稱為鳳城 以遠遠留長 豐富多彩的美食文化 此名中外 歲月流轉 鳳城美食這塊金漆招牌 始終歷久常新 不斷演繹著一段段 令人回味無窮的 美食全期 鳳城美食全期 夾鬆菜包 有來頭 讚稿 陳三豬 張勝良 改天播講 梁子江 各位聽眾 在粵菜當中的鬆 就是指用魚 蝦 肉等等 整成的碎末形狀的食品 而吉松菜包 全稱應該是吉松生菜包 就指用炒製過的八甲肉碎 整成的生菜包 各位 鳳城小炒 在粵菜當中 享有小炒王的美誼 自古就有鳳城炒賣的金漆招牌 即是即炒即賣 講究原料新鮮 刀工一流 火候十足 而各種各樣的炒鬆 更加因為精細的刀工 得當的火候 而深受食家的讚嘆 故此 大家不要看炒鬆好像很簡單 要炒得有水平 亦是一點都不簡單 那順德人 今天在飯桌上 所吃的各種生菜包 若然講到最有全其色彩的 就非吉松生菜包莫屬 為何這樣說呢 原來在明朝萬曆四十四年 即是公元1616年 清太祖魯伊哈赤 在東北地區統一了呂真國的部落 成為呂真族的首領 建立了後金政權 到了1617年 他向明王朝宣戰 徽軍南下 一路所向披靡 當他打到去山海關的時候 由於山海關 就好像一道天然的屏障 被譽為二手難攻的天下第一紅關 呂真軍隊的進攻勢頭 就被迫押了下來 那麼山海關地勢險要 北面山河中環 交通不便 土地貧積 無法指長期駐紮 但山海關以南 就地勢開闊 土地肥沃 交通便利 令到明朝守軍 可以隨時增強兵力 調撥各種防禦物資 故此 作戰經驗相當豐富的魯伊哈赤 就根據駐地的實際情況 馬上號召士兵 就地取材 發揮女真人 善於騎射和狩獵的長處 不要輕易放過任何飛禽走手 用這個辦法來增加人馬的食廟 只面對幾萬大軍 再大的山海關 亦都有比食空的時候 更何況 北面本身就比較貧隻 加上在連綿戰火之後 走獸飛禽都死的死 走的走 所剩無幾 故此 士兵唯有到處靠挖掘野菜和蘑菇 混合那些 力盡千辛萬苦運過來的粗糙雜糧來衝擊 奴爾哈赤 不忍心看著眾將士就這樣下去 就親自去狩獵 一心要改善士兵的火食 一眾將士 見大韓外兵如子 就紛紛主動去翻越一個個更高更遠的山頭 去打獵和賺食物 有一天 有一位女真戰將 在一個山窩裡 偶然發現了一群竹溝 所謂竹溝 也只是御視吉祥的野鴿 於是就緊追不方 跟了大半天 一連氣射了二十多箭 終於捉了十幾隻竹溝 他就高高興興地 拿著這些得來不易 之後好好意頭的戰利品 急急趕回大本營 要獻給奴爾哈赤來滋補身體 知魯爾哈赤 並沒有讀響這些竹溝 他很清楚 一眾將士已經很久沒有碰過肉 雖然個個都是鬥志高昂 但是身體都日過日首 尤其是那些逢山開路 御水搭橋 衝鋒在前的先鋒勇士 但是這些竹溝和白鴿 就差不多大小 故此十幾隻竹溝 真的不夠多少女真兵將來殺牙 那麽魯爾哈赤 為了能夠令到更多將士 分享到這些 這麼好意頭的肉食 他凌機一動 就吩咐那個徐君的火頭說 你去將竹溝去無斬碎 切成一塊肉粒 然後再搭其他雜肉 混合油來炒飯 有這麼大盤就整這麼大盤 那就既可以頂肚 又能夠等更多的將士 都一起吃得到 這個火頭 立即就領命照做 那沒多久 一大盤混肉油炒飯 就捧了一大盤營 至魯爾哈赤一看那盤飯 就心都說了 但是家恩整盤東西 只是油炒飯居多 足夠肉就少得可憐 那他為了盡量公平分配 讓每個將士都感覺到 彼此的份量相差不多 又再深深一計 他吩咐火頭 立即拿兩大盤 洗乾淨的東北大白菜的菜葉來 然後就用菜葉包起一包包 份量相約的混肉油炒飯 親自分給這一班 和自己出生入死的愛將 一眾將士 公公敬敬地摺過魯爾哈赤手裡頭的菜包 含著感激的眼淚 齊聲借過大寒之後 就大淡大淡地品嘗這些極尖難得的美食 那由於購肉油炒飯 就肉香味濃 大白菜葉就鮮亂爽口 一生一熟 一冷一熱 眾將士一邊吃 就一邊讚口不絕 那魯爾哈赤自然就萬分高興 就和大家吃一份 於是乎 大型女頭就變成了一個浪也融融 有福同享的開心宴會 那之後 其餘將士也有養學養 無論有肉食也好 無肉食也白 都紛紛仿效烹製這種大寒菜包 那一時間 魯爾哈赤的軍隊就士氣大震 為他們日後功成略地 增添了不可估計的力量 那後來 由魯爾哈赤首創的這一種食法 給他的皇帝子孫 稱之為竹溝菜包 成為了清朝宮廷的御膳菜式 但是 由於竹溝是東北地區的野生飛琴 不是經常能夠竹得到 故此 後來的竹溝菜包 就改成用白鴿來替代竹溝 名字也變成了 鴿肉菜包 而大量的白鴿 就被收入清宮 變成了御膳的菜餅 那這裏 由清太祖在開薑托土的時候 首創的菜式 後來不單止被清廷列上御膳成宴的必備名菜 同時也成為了皇帝賞賜有功將士 體現皇恩浩蕩的御刺皆咬 你在一九零零年的清末光水年間 朝廷即約 八國聯軍攻破清軍最後的防線 一路殺入紫禁城 嚇到慈禧太后 帶著光水皇帝倉皇出逃 遠走西岸 在出逃的過程當中 可謂波折重重 險象樊生 幸好當時 擔任甘肅布政市的神春圈 冒著危險 率領軍隊千里護家 成為了慈禧和光水在這個危難時刻的救命稻草 後來清廷被迫簽署了辛丑條約之後 慈禧太后就帶著一眾大臣回歸紫禁城 神春圈再次被傳召護家 當時慈禧太后就一反常態 極之小有感 徹宴來款待了神春圈 其中有一道菜式 就是夾肉菜包了 神春圈深感黃恩隆重 當下就表示 一定要誓死保護太后 夾一眾大臣回歸京城 之後 護家有功的神春圈 被朝廷毀義重任 先後出任陝西巡虎 山西巡虎 最後又被升任為兩廣總督 即是廣東和廣西的最高行政長官 當時兩廣地區 是西方列強眼裡的肥豬肉 個個個都想具為己有 神春圈臨毅壽命 可謂責任重大了 事關神春圈本人是個廣西人 他知道今次坐鎮兩廣 日後再到北上任職的可能性 就幾乎沒有了 就命令南下的所有將士 做好立地生根的準備 有家室的大家室 沒有家室的就準備在兩廣地區成家立業 一開始這一批北方的將士相當不習慣南方的水土和飲食 而神春圈自己 家印在北方圍觀多年 亦都已經習慣了北方的口味 故此亦和將士一樣感同身手 就在這個時候 兩廣總督岑春圈 就想起慈禧太后 當日遇刺給他品嘗的鴿肉菜包 他為了等一眾將士 能夠體會當日清泰島開疆托土時的艱辛 亦為了等將士吃回北方的風味菜 來調節精神和胃口 岑春圈就親自將當時品嘗鴿肉菜包的感受 詳細地寫下來 吩咐自己的家徐 根據他的描述 試制南方的鴿肉菜包 假如成功了 就弄給將士吃 岑春圈的家徐 經過一輪的摸索和試制 終於在這一日正式動手製了 他選了一隻漂亮的肉鴿 用細剔肉刀 將一隻鴿最漂亮的肉 全部剝下來 切成細碎但又分明的肉粒 然後將漂亮的燒肉 冬菇、馬蹄、冬筍等等 亦分別切成粒 然後他先將冬菇、冬筍和馬蹄炒乾 然後將鴿肉和燒肉一起炒 將肉身揮發出來的那些多餘的油 盡量炒到它乾身 到最後他再將幾樣東西一起匯賂 再炒一炒 就調味上碟 然後他又用少許豬油和鹽 將米飯炒到既有領頭又夠香 只是聞到都漏口水了 你在原本在飯廳等著的神春圈 聞到的香味就忍不住了 三步加上兩步走多入廚房 想先食為快 只不過他猛然間整起 還少了一件重要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差了些大白菜的菜葉 知道廣東地區是不出產大白菜的 加上那時的交通 不像現在那麼方便 可以南北貨物暢通上落 只不過這個這麼小的問題 又變難得到神春圈呢? 他馬上就加隨話 這樹雖然不產大白菜 只不過有的是生菜 廣府人喜歡食生菜 開港都有說 食生菜那麼食樂 就是因為他爽口清甜 生熟食都可以 過命又好以頭 你就一於跟本官 洗些生菜來試一下 那加隨一聽 不禁又暗暗佩服 沈大人的頭腦 他馬上精心挑選了幾十塊漂亮的生菜葉 使得他乾乾淨淨 捧給沈春圈 只當他把手掌大小的生菜葉 拿在手上的時候 又遇到了一個難題 事關東北大白菜那片葉 是特別大的 只生菜葉就小了 任你怎麼包 都沒法只一次過包得幾多的東西 沈春圈想了想 就吩咐加隨 不要將油炒飯 拌入鴿肉松樹 而是乾脆就要鴿肉松做餡 就弄成它 夾松生菜葉 當他把菜葉放入口 細細召作之下 就感覺那種肉香 充滿了口腔 生菜甘甜清爽 整個食物 不由不利 非常之適合南方人的口味 比當日在宮裡頭吃到的 更加好吃 忍不住就喜盈於色 本來一向謹慎的沈春圈 都擔心朝廷會不會怪罪自己 居然夠膽改制這一道 由太早皇帝始創的宮廷名賽 之後來當他一想到 假如這道菜流傳到民間 百姓若果追根夠底 反而更加體會到黃恩浩蕩 朝廷恩典 這不是大好的事嗎 故此 沈春圈就不理得這麼多 馬上擇日 決定在總督府 大排現職 威勞將士 等大家都來試試這個 急鬆生菜包 很快就到了一次宴那天 走過三巡之後 他叫家人捧出急鬆生菜包 擺在宴席之上 跟著就站起來 對大家說 各位將士 在你們的面前擺著的這一道菜 源出於太早皇帝開疆討土的時候 首創的御膳名賽 在當年 太早皇帝和三軍將士同金共虎 力盡艱辛 只有今日大清的天下 現今 我們領袖皇一 鎮守兩廣 雖則遭遇諸多困座 艱難重重 但是 跟太早皇帝當年相比 真是猶如天淵之別 那今日 本官特以恩應廣闊的水土物料 改制這道預先名賽 除了是希望各位 謹記太早皇帝 當年開國立業之間身 以太早皇帝為楷務 傾盡心力 抗經愛兒之外 亦希望 借此慰勞眾委將士 為望各位 速速適應兩廣地區的水土節氣 保持強身健體 時刻為國效力 那他的話音剛落 在座的將士 就紛紛鼓掌和應 有些就說 真是想不到 眼前這一道菜 原來是這麼有來頭的 那有些又說 是 真是難得岑大人想得這麼快 為了我們的胃口 好啊 廢盡心機啊 那跟著 神春圈就一邊叫大家 試一下這個 急鬆生菜包 一邊又說 南方的天氣炎熱 吃多些生菜 可以降火清熱等等等等 那 故此 一種將士的胃口 在未吃之前 都已經被他吊起了 加上這個 中的急鬆生菜包 雖然用的是南方的食材 但極之有北方的風味 故此一吃之下 中將士就好像風捲殘雲 將幾大盆急鬆生菜包 一掃而過 看得岑春圈 心花怒放 得意飛上 那由於岑春圈的將士 最終有不少 娶了廣東本地人為妻 故此 這一道菜很快 就傳到去廣府的各個地區 而岑春圈的其中一支族人 後來也移居到順德貴州 也只是今天的容貴 成為當地的五大家族之一 故此 急鬆生菜包的製法 亦原本本地被帶到順德 急鬆生菜包 在順德落地生根之後的百多年裏 顯生出非常多的菜式 由於順德人 喜歡吃野味和水產品 故此主要集中在這兩大類別 好似野味的有 謝菇松生菜包 就是乾脆將炒鬆 做成純粹的熱菜 於是出現了 《鳳城炒鬆》 沙田油炒謝菇松這些順德名菜 其中 《鳳城炒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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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 看來這裡簡簡單單的 急鬆生菜包 不僅見證了清王朝 二百多年的輕衰更替 亦顯生出 奉承小炒的一大門女 故此 各位聽眾 這樣的菜式 我說它帶有來頭 都算不足為過了吧